柯文哲政治現金申報資料量龐大 超過二十一萬筆 當時開記者會民眾黨以此聲稱 會計師反映時間來不及 才出現超過兩千萬缺口 不過根據政治現金收支結算表 一百一十三年四月結算後 四月七號申報 民眾黨在七月三號還做過最後更正 柯文哲就自己也說說他們還有兩千萬的爛贊 我們想說那你到底跟這個什麼東西 給你半年時間你贊都做不好 大選後有半年時間整理資料 四叉貓認為很充裕 質疑民眾黨口中的來不及都是藉口 而民眾黨提告端木證自行調節帳戶 前立委蔡壁如不認同 國考考到那一張證書多不容易啊 他會給他自己的前途開玩笑嗎 會計師是去做查核簽證 他為什麼需要去做帳 他不需要啊 那這個禁總的財務財務長在幹什麼 助理肯定是有看到了發票 看到了憑證才會去key in 那是不是有人做了不正確的發票和憑證 柯文哲政治現金疑雲 讓民眾黨清廉備受質疑 不少人都想起去年藍白六點協議後 柯文哲自爆法務部 金管會財政部主計處等監督制衡的 他都要主責 對比如今種境引發不少批評 還好他是選到第三名 再不然的話 現在如果國家真的交給他們的話 那國家的財政紀律是非常堪慮 他怎麼敢誇誇其言說 要負責所有跟錢有關的部門 柯文哲過去最自豪的財政紀律 在一場總統大選後 讓全民都看清 三立新聞周圍是 烙米軍一條報導